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话美直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呼人主场迎战老鹰,此前呼人20胜19负,排名西部第6,老鹰战绩为17胜20负,排名东部第12。 实话实说,本场比赛过程起伏很大,老鹰是一支不折不扣的攻抢手弱的球队,呼人在比赛中一度领先老鹰19分,就在呼人半场就要打滑比赛时,老鹰第二阶后半段突然爆发, 第三阶老鹰一度追到只差三分,但是卫少带领的衔接段表现出色,包括塔克和安东尼内外开花,强势拉开分叉。 第四阶老战带队稳稳守住领先优势,最终呼人主场134比118大胜老鹰,迎来四连胜。 实话实说,呼人今天摆出小个阵容,真有点让人意外,可林斯2米06,卡佩拉2米08,这两人都是能跳能抢,你放一个老战,够用吗? 今天霍华德指得到了象征性的四分钟出场时间,今天老瞻手感不好啊,大空位兜头不准,三分球一个没有,有些累。 对,老瞻如果不累,那就奇怪了。 虽然有斯坦里约翰去帮忙,但是老鹰从第一节开始,就可以增加冲击篮筐的回合,卡佩拉和克林斯有意增加身体对抗。 说直白点,老鹰就想着要消耗詹姆斯,让他无法在进攻端施展全力。 当然,打到下半场,特别是第四节,老瞻开始不断得分,原因在于胡人的防守做得更好。 斯坦里约翰逊和蒙克都在去分担他的压力,你让老瞻火力全开,场均三十架不是问题,关键是胡人要赢球,要顺利拿下比赛。 詹姆斯是兜底的角色,今天必须要点名表演门客,布拉德利和威少,门客上半场就轰下21分,老瞻传过来的球,他都转化成三分,几乎但无需发,达到第三节。 又是门客连续命中三分帮助胡人再度拉开分叉,但是今天门客无球很准,持球攻况效率一般,此外布拉德利真是一个宝藏球员,或者说能在沃格尔这里发挥最大价值。 早早打开三分手赶后,中距离跳投,反击拉赶,包括顶着卢瓦乌纳即迎射三分,他攻防两端表现完美。 当然,威少今天虽然只有9分11篮板13助攻,但是正负值全队最高,原因就在于他的助攻,此外只有三次失误,虽然威少也有三四次上篮不中,但是胡人允许他有犯错空间,收就足够了,威少如果保持这个助攻失误比,胡人上下就应该感到满意。 塔克为何还能得到如此多投篮机会,沃格尔为何还执着于使用塔克,今天塔克几次冲击篮下的上篮夹抛投都能拿到分数,但是他还在职着于外线三分投射,特别是当对手都落位,胡人根本没办法去冲抢前场篮板的时候,而因为塔克持球过多,所以在闲阶段。 按东迷,阿里扎等人显得被忽略了,其实沃格尔用塔克,无非两个目的,他快要被交易了,需要打出数据表现,要么胡人就真没人了,但是实际上斯坦利约翰选完全可以打三十分钟左右,布拉德里也能跟着威少打闲阶段,所以只有第一个解释行得通,胡人想通过这种方式尽快送走塔克。 当然,塔克在防守端真的没有任何表现,正复制全场最低,当然,看最后的数据,也许我们不该指责塔克,但是他确实游离在胡人战术体系之外,他的杀伤性远不如安东尼的三分,里夫斯的防守压迫性更直接。 抛开最后的结果,我们看到了胡人角色球员的进步,比如蒙克,他现在和老瞻搭档如鱼得水,布拉德里也适应了威少的带队方式,他协防补位,包括无球投射的自信心有明显提升,只要他不闹事,他作为首发位置没有问题,包括斯坦利约翰逊,盯着卡佩拉反击完成2加1,防守端提前对卡佩拉反规,打球太聪明了。 可以说在威少和老瞻身边,越来越多角色球员挺身而出,我们不用去刻意在意胡人比赛的结果,至少这个过程是让人满意的。 当然,鸡蛋里挑骨头,如果胡人真的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,在我看来,给霍华德15分钟左右时间,减少老瞻搭五号位的时间,塔克的时间分给斯坦利约翰逊和布拉德里,胡人会更上一层楼。 当然沃格尔喜欢五小阵柔,这其实并没有什么争议,只要胡人篮板球别输太多,只要能发挥老瞻和威少的价值即可,霍华德太笨重,换防速度也跟不上,还侵占篮下空间。 胡人一定需要一个有对抗,有身体,愿意做脏活累活的侧翼,原本这个名额是给阿里扎的,表现不行。 斯坦利约翰逊结果一波,而且他和蒙克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,尽管斯坦利约翰逊投射真的很一般, 但是他是胡人这套阵容的完美壁环,就像是PJ塔克那样的球员,胡人也得有这么一个人保护老瞻。 而蒙克和斯坦利约翰逊就像是老瞻的左膀右臂,其实老赢今天打得很顽强,一直都没有放弃,但是不得不说,胡人应对调整比较好, 卧格尔找到了器用传统中锋后新的选择,而蒙克,布拉德里也慢慢适应了自己的角色。 凶狠的防守,借球折头,不断跑位帮助老瞻和威少拉开空间,吃就足够了,而替不惜现在安东尼状态一直很稳定, 塔克让他自己折腾,胡人一定会在交易截止日前努力送走塔克,再换取一些筹码,在戴维斯回归前,老瞻要顶住, 胡人的角色球员更要保持现在的状态,继续加油吧。 在没有农眉的情况下,胡人奋力拿下了四连胜,这本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, 但球队的另外两人却高兴不起来,他们分别是内线的小乔蛋跟风卫线的被子猫, 因为哲格来要和胡人队说再见了。 根据名记Windows的消息,尽管老瞻最近被调到5号位上后效果不错, 且农眉也付出在即,但胡人依旧在想办法腾出阵容名额来增加内线的高度跟风线的防守, 因此小乔蛋被残货交易时板上钉钉的事, 而已经跌出轮换的贝兹莫尔也很难幸免, 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,胡人队大概率会在买断市场上补强球队阵容。 本赛季33岁的小乔蛋出场27场比赛,其中18场首发, 场均13.2分钟贡献4.5分5.7板0.3次注,看似劳当义壮, 实际上这个防守效率属实无法恭维,多次出现战岗式防守让球迷直接看待, 本就是一名依靠身体爆发来吃饼跟防守的篮领球员, 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表现也不是很意外。 实际上从上赛季的时候小乔蛋就已经开始有些力不从心, 碍于他是欧文跟阿杜叫过来一起打球的好基友, 篮王队才迟迟没有对他出手, 休赛季交易他也是早有预谋, 来到活赛后的小乔蛋随即便被裁掉并以底薪的方式加盟胡人, 可最终在漏城还是没能站稳脚跟, 被子毛就更别提了, 赛季初大家对他还是挺有信心的, 都觉得他是一名比较值得球队信赖的封线球员, 毕竟在勇士队也是标准的轮换, 结果好家伙, 场景18分钟得4.3分2版, 投篮命中率33%, 防守也不咋地, 赛季初更是大修各种空篮不尽的守活, 这么打真是上帝来了都留不住啊。 对比之下再看看人家斯坦李约翰逊, 25岁的他正从离开NBA的边缘逐步上岸, 在过去的两场比赛中, 斯坦李约翰逊场均可以得到8分3版1.5注, 治老瞻身边靠谱的攻坚帮手, 而就在昨天, 他再次和胡人队续约一份十天合同,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 出手果断, 防守强硬, 态度积极, 斯坦李的确值得一份保障合同, 这样的攻防尖兵可以处。 说到这里, 突然想起了刚刚被熊路队裁掉的中锋考心思, 话说表妹也是可怜得很, 接二连三的被牵下, 又接二连三的被踩走, 过去17场比赛, 他场均登场16.7分钟, 可以得到9.1分5.8版1.1注, 本因为凭着这份数据能够被熊路留下, 但最终还是被踩, 而上赛季他在快穿队的时候同样表现不俗, 可依然难逃颠沛流离的命运。 曾经的联盟第一中锋, 如今这么不受待见, 都替大表妹感到惋惜, 倘若这次小乔丹离队, 那考心思是不是可以重新穿上胡人战袍, 再续19-20赛季的缘分胡人友谊交易小乔丹, 将补枪内线, 考心思会重回胡人吗? 希望胡人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, 何况按照胡管的作风, 考心思的年龄和前胡人球员身份都一一举备, 要是得以成全的话, 曾经的替胡双塔, 可就再次合体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